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PASA追赶读的优化实践分享 我将介绍BIGO基于PASA在高吞吐读写的环境下 针对追赶读场景完成的一个性能优化 然后这次的分享主要包括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追赶读对系统性能损耗的一个讨论 然后吃盘读写的一个主要的耗时阶段的分析 以及BIGO所提出的一个全新的一部预读的优化方案 然后最后是新的策略 在生产环境跟测试环境当中的一个实际的表现效果 然后这次的演讲 我们将以最贴近实际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BIGO在优化追赶读场景时候的一些思考和心得 然后这次的分享主要内容包括这些 第一个是性能优化的一个背景 然后相关的一些测量分析 然后以及我们预读系统的一个设计 包括说我们怎么去分析现有的一个预读策略 以及我们所提出的一个全新的一部预读方案 它的一些特性 然后接下来是新引入的一些性能指标的介绍 以及最后整个方案所带来的一个性能的提升 最后是总结 然后第一个是背景的介绍 就是在介绍追赶读的性能优化背景的时候 我希望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追赶读 也就是Telling Read 以及追尾读 Telling Read 以及这个追赶读 也就是Cash Up Read 它们分别是什么 然后它们的区别在哪个地方 以及我们所遇到的 常见的一个追赶读的场景是怎么样的 最后是追赶读 为什么会伤害我们系统的一个性能 首先写操作 然后追尾读以及追赶读 实际上是消息系统当中的三大IO模式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 我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然后图中有一个Topic Partition 然后一个Producer 两个Consumer 它们分别是在进行一个写操作 也就是不断的发布消息到消息系统 也就是图中的末尾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是追尾读 追尾读就是写入之后 立即发送消息给到活跃的订阅者 然后第三个是追赶读 也就是Consumer从最新的消息之前的某一个时间点 开始读取数据 或者说现有的Consumer 它长时间离线之后 又重新返回读取数据 从日志当中读取大量的消息追赶直到最新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中间的数据流代表一个Topic Partition 它们在不断的接收到消息 然后结合Parser的机制 这些接收到的消息有一部分会缓存在Owner Broker上 也就是这些最新的消息 如果我想要读一条没有被缓存的Entry的时候 就需要Bookkeeper测去查询这条Entry 我们从图中也可以看到追尾读相较于追赶读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业务类型当中绝大部分的读请求都是追尾读的情况 就例如说99%以上都是追尾读的情况下 整个系统的性能实际上表现是比较优秀的 因为读请求在Broker测就已经被处理完成了 但是对于追赶读就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当Broker的Cash miss之后呢 请求就会被转发到Bookkeeper集群 如果Bookkeeper的缓存仍然未能命中 那么就需要进行一些读盘的操作了 我们就只能从磁盘当中去查找这一条目标的Entry了 虽然说Bookkeeper也有读写分离的一个机制 但是当读写的吞吐很高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当Lager的目录是一个机械硬盘的时候 Bookkeeper的读写操作之间还是无可避免的会互相影响 然后我们后面还会详细的对Bookkeeper的一个读流程进行分析 所以说总结下来的话就是追赶读的性能表现 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比追尾读要差 特别是在端到端的一个使言上面的一个表现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就是Bookkeeper现在内部所涉及的一个追赶读的一个场景 它是怎么样的 就如图所示 我们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机器学习平台 平台上面有很多机器学习的作业 但是每一个机器学习的作业的需求的数据 它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Topic A里面它所包含的是上报事件 Event A的实时上报数据 Topic B里面包含的是Event B的实时上报数据 然后Job 1它需要的是事件A最近一天的数据 以及事件B最近一个小时的数据 然后同理Job 2跟Job 3需求的是另外的Topic 另外的时间范围的数据 那么这个场景的难点就在于 需要哪些上报事件在哪些时间段的数据 其实是根据业务需求来去决定的 平台方没有办法提前知道业务在什么时候需要哪些数据 所以说因此也没有办法做到提前去缓存这部分数据 然后这里做了一个截图的一个对比 左边的一列是追赶读频繁的一个生产集群 右边的一列是几乎没有追赶读的一个生产集群 我们可以看到在追赶读频繁的集群当中 Broker的缓存命中率它不时就会下滩到50%以下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有非常多的读请求 是需要转发到Bookkeeper集群去做的 这就会带来非常多额外的性能开销 另外我们还要思考的是 这些转发给Bookkeeper集群的读请求 它也不总是属于同一个任务的 那么就有可能这些读请求是来源于多个任务的读请求 那么这些读的数据它就会分散在不同的entry log file 以及说是同一个文件的不同的ledger当中 那么这样的话 Bookkeeper集群以及说磁盘的一个压力就会起来了 而在几乎没有追赶读的生产集群 也就是右边这一列的截图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Broker的缓球运动率 几乎是保持在95%以上 非常的稳定 那么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读请求 它在Broker车就已经找到了 并且完成返回了 只有极少数的读请求需要Bookkeeper接入去处理 那么在这一点 在那个CashMix的一个throughput 以及说它的一个每秒的流量 上面也能够体现出来 最后我们简单聊一下就是为什么追赶读会对系统造成性能损害 我们假定Bookkeeper的ledger目录是放在机械硬盘上面的 那么在磁盘上面的读写请求主要会有哪些呢 第一个呢是在写的方面 第一个呢是Bookkeeper进程它所发起的一些fsync的请求 就例如说它会周期性的去做一些fsync 又或者说是文件它写满了 在触发rollover的时候呢 也会有fsync的请求 另外一个呢是page cache系统回刷的时候 也会触发一个磁盘写 然后在读的方面呢 就是Bookkeeper它从RossDB去读索引数据 以及说读ledger文件数据的时候呢 就会触发这个读的请求 那么这些操作的执行呢 它是没有固定顺序的 因此调整磁盘的调度算法呢 其实也没有办法非常完美的去优化整一个Bookkeeper系统 另外由于机械硬盘它存在一些机械结构 然后天然的就对这种读写混合的场景不是很友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测量分析 就是我们首先介绍我们在哪些地方去增加指标 然后怎么去构建我们对追赶读的一个性能监控系统 然后我们来分析在整一个流程当中 最耗时的操作发生在哪一个阶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一次读entry的请求 是怎么在整一个PALSA的系统当中流转的 首先呢客户端的读请求会到达这个topic的ownerbroker 然后在这里查询缓存的数据 如果没有命中呢就会转发给bookkeeper集群 那么在bookkeeper当中呢又会有多级的缓存 首先呢会查询write cache这个地方 也就是刚刚写进来的新数据 但是呢尚未写码memory table一半容量的数据 都会占存在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继续mix 就会查询另一半刷缓充memory table 那么这个地方它保存的呢 就是将要或者说正在刷进磁盘的数据 如果这一集也继续mix的话呢 那么就会开始查询read cache read cache区域保存的呢 是被bookkeeper预读到的一个数据 所有从磁盘读到的数据都会进一遍read cache 那么在read cache mix之后呢 还有可能是在没有读盘的情况下 在read buffer这一层找到目标数据 但是read buffer的容量非常的小 默认的话就只有64kb 它主要是用来提高这个磁盘读效率的 那么如果在整一个bookkeeper层都找不到数据 那么还有可能是在系统的page cache当中读到数据 因为在默认的读取模式之下呢 ledger的数据也是会进入page cache的 如果以上所有的cache都mix了 那么就只能够读磁盘了 我们呢对这三种情况呢做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如果能够在broker层获得词盘数据 获得entry的数据 那就是我们就把它归类为追尾读 如果在bookkeeper的cache中读到了数据呢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接近于追尾读的 如果需要读盘 那么就只能是追赶读了 通过这一个图的话呢 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整一个poucher系统的一个缓存的划分 那么在这个cache划分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希望对性能监控做出更精细的一个分析 那么在调研之后呢我们发现了 有一个bp就是这个bp44这个提案 它已经在master分支上面做了非常多监控的补充了 所以我们决定优先的去移植这个提案 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做本地化 然后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提案 然后最终的效果就像图里面展示的这样 我们在bookkeeper的每一层缓存当中呢都增加了hit跟mix的一个counter的统计 以及在每一层缓存当中呢都增加了耗时的统计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最终一个读请求 它在各级缓存当中的一个数量分布 以及说它们的一个耗时的统计 然后这个就是最终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 包含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lager write跟lager read的一个命中率 它主要是用来指示就是最近写入以及命中预读数据的一个效果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read from local index 这个是监控读盘之前 从rosdb当中获取entry索引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耗时统计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read from entry log 这个呢就是监控从磁盘当中实际完成读取的一个耗时统计 然后接下来就是read ahead的统计 这个就是监控在预读过程当中总的一个耗时的监控 因为在现有的预读模式之下呢 同步预读的过程是会阻塞entry的返回的 然后这个点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然后监控图的横轴呢就分别展示了p50p99跟average的一个耗时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读索引 然后预读和读词盘的耗时是整体读请求的一个耗时的组成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基于上述的一些背景以及存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完成整一个系统的优化 以及现有的预读设计它存在什么问题 然后在理想的条件下 一个预读系统它应该具备哪些功能发挥出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首先呢我们来分析看一下就是现有的一个预读机制它是怎么样的 我们假定client它按照连续然后顺序的一个模式不断的发起读请求 那么第一个读请求它mix之后呢就需要到磁盘上面去读数据 那么读取entry完成之后就会开始同步的预读过程 开始一个同步的进行一个预读 那么我们假定每次最大的预读的entry数是5 那么预读模块就会连续的读取目标entry之后的5条entry 同时放入read cache这个结构当中 然后完成预读 然后再返回这一个目标的entry 然后接着我们收到了第二条entry 收到第二条entry之后 由于预读已经将随后的5条entry放进缓存当中 所以就能够直接在read cache当中找到相关的一个数据 然后命中cache 然后这样子同步预读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模式非常的简单 然后稳定 它能够给磁盘读带来一定的优化 然后让一定量的entry能够进入缓存 并且在下次被访问的时候起到一个加速的一个效果 但是它的问题呢也比较明显 第一个呢是第一次 第一次entry mix之后的耗时 实际上是等于该条entry它的读耗时加上预读的耗时的 那么这个时候p99的耗时的毛次就会显著的增加 第二个呢是如果在第一次mix触发预读之后 下一条entry被放进缓存之前就收到了随后的entry的读请求 那么可能就会触发多余的一个预读 然后这就造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第三个呢是有的entry它确实是只需要读取一次的 它不会反过后面的一个entry 所以说强制的触发预读的话呢就会造成一个资源的浪费 那么在讨论完现有的一个预读的机制之后 我们再来重新的讨论一下 就是一个预读它应该是怎么样的 首先就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去触发预读 首先我们知道缓存生效的一个前提是数据具有局部性 所以说预读行为呢它应该在连续或者说顺序读取的时候才触发 而仅仅只有一次的读 或者说仅仅只有一次的独立的读盘的事件 它其实是不应该被认定为是预读行为的触发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记录预读开始的位置 就是我们在哪个地方开始预读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我们这里给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必须从词盘读取数据的时候 我们将这一条entry的下一个位置记录起来 然后第二个情况呢是当我们完成一个完整的预读操作之后 这一批预读的数据的最后一条entry的下一个位置 我们也要记录起来 那么有了这些记录的信息之后呢就有了我们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些记录来去判定预读流程的一个生效呢 首先呢就是当系统接收到新的读请求的时候 它第一步它会先去判断entry当前的一个location信息是不是已经被记录过了 如果这条entry它的位置信息已经被记录在系统当中了 那证明它前面的部分是被从词盘读过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认定当前entry是连续读取 连续读取entry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就具备了局部性的条件 然后这样子可以开始触发预读的流程 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 第四个问题就是预读窗口的一个设置 就是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 我们也参考了Linux的一个预读模型 就理论上预读窗口它应该是动态变化的 就例如说连续命中同一段预读数据之后 预读的窗口它应该会不断的增大 直到到达窗口的一个上限值 但是我们考虑到实施的一个复杂性 我们暂时就没有做这个动态的自适应 然后目前的预读窗口呢 是由预读最大的entry数和最大字结数共同控制的 然后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说 当读请求它指向的entry正在预读流程当中 同时预读这个流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原有的模式来说呢 简单的就是忽略的这种情况 不做判断 但是这样子简单的忽略的话呢 会引入一个问题 也就是浪费资源 然后因为同一条entry它被重复读了多次 然后这里我们做了一个更完善的一个判断 就是在真正读盘之前呢 我们会先判断这一条entry它是不是已经在预读流程当中 如果是的话呢 我们就会开始等待 然后等预读流程结束的时候 再去唤醒所有的等待的现成 这样子来避免一份数据被读取多次 然后这个地方还引入了一个质问题 那就是我们阻塞的力度是什么 这里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以entry为单位去进行阻塞 这样子的好处呢 就是读完马上就可以响应 延迟比较低 但是呢代价就是锁的数量会非常多 特别是在动辄百亿的一个消息系统当中的话 会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种折中的方式 就是我们以epentry为最小的单位 来去完成一个预读任务 然后阻塞的话就是这一批entry 然后最后的一个问题呢 是我们怎么来去存储这些预读回来的数据 为了和旧的有的模式兼容 我们这里的选择呢是附用readcache结构 然后最小化对原有系统的一个情有改造 然后接下来的话 刚刚是我们阐述我们的一个设计理念嘛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具体的实现的细节 包括说有哪些核心的组成部分 以及数据是怎么流转的 首先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个系统的总览 还是假定client按照连续的顺序 不断的发起读请求 那么当第一个读mix之后 他需要到瓷盘上面去读数据 然后在读完数据之后呢 他会将下一个entry的location信息记录下来 然后同时返回目标的entry 当第二个读请求过来的时候呢 会检测到entry的location已经被记录过了 那么他马上就会发起一部的预读流程 同时返回单前的目标entry 然后当一部预读任务呢 他就会在后台去完成entry的一个读取 以及加载到cache的一个过程 那么当第三个读请求过来的时候呢 这里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个是预读它已经完成了 已经被加载到readcache当中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返回 另一种情况是目标的entry 它仍然在预读流程当中 且任务尚未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阻塞等待任务完成 并且最终返回目标的entry 然后这里给出来的新的 这里给出的一个新的一部预读模型 它对比原有的一个模型呢 它可以解决以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是一部任务的 预读任务的一个一部化 它能够降低等待entry读取的一个时间 然后第二个呢是避免同一个entry 它被重复读取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面 检测出来连续读取entry的一个行为 同时开启预读 避免单次读取entry 就遭遇强制预读的一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在整一个系统当中的一个数据流转 首先我们要明确就是有三组数据是需要存储的 第一个就是在图中已经用红色标记出来了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被标记的entry location信息 然后第二个呢是预读任务的一个状态信息 这里的状态呢就包括说这个任务是正在进行当中 还是说它已经完成了 然后第三个呢是read cache的结构 负责这个数据的缓存 然后这里呢我们还用虚线连接了一个灰式区域 这个呢指的就是独立的一个预读任务 我们接下来会讨论这个主流程 以及说一部预读任务它的一个处理流程 首先是主流程 就是当client发起读请求之后呢 bookkeeper它会先检查entry是否已经被标记过 如果是的话呢则会触发一部预读任务 然后再检查entry是否被 然后检查entry是否被缓存 如果已经被缓存了那么就直接返回了 否则的话呢它就会先标记下一个位置的entry 然后检查目标entry是否正在执行这个预读任务 如果是那么就等待任务完成 否则的话呢它就从entry 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从磁盘去读取数据的时候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兜底的行为 也就是说当以上所有的情况它都不满足的情况下呢 系统必定会从磁盘当中去找数据 所以说就不用担心说预读系统给生产 生产系统带来一些逻辑上面的错误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独立的一部预读任务 那么它的流程怎么样呢 首先第一个它在正式开始读数据之前 它会先检查任务是否已经取消了 因为呢预读任务它有可能因为超时的原因 就已经被清理掉了 那么当任务还依然存在的时候呢 它会去开始一个读取entry的主循环 那么在读取的过程当中呢 它也会检查每一条entry是否已经被缓存过了 如果已经被缓存过了 那么它就会跳过 不会浪费这个资源再去读一次次盘 然后呢还有一点呢 就是所有从词盘当中读出来的entry 都会放入ready cache缓存当中 那么在预读整一个预读任务完成之后呢 我们还会把最后一条entry的下一个位置标记好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预读行为它依然在连续进行的时候呢 在下一轮就必定能够触发这一次的预读 然后当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去返回这些数据 然后唤醒所有正在等待的现成 然后刚刚是预读系统的一个设计啊 然后最后还补充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存储的形式它是怎么样的 就是原先的话呢 我们只是针对ledger跟journal盘去做了隔离 我们呢是希望尽可能降低机械硬盘上面 读些混合所造成的一个性能问题 但是呢我们刚刚监控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发现了在读rosdb 获取entry的锁影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经常会发现在读锁影的时候 耗时的p99的监控呢会出现毛次 所以呢我们最后又加了一个优化 然后就是我们对ledger、journal 跟rosdb做了一个三分离 然后rosdb的数据呢是单独放在sd上面 然后这个部分最后的性能对比也会给出来 然后最后我们来去展示一下最终的一个优化效果 然后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的话 我们还额外的增加了一些性能指标 并且在测试环境以及生产环境当中 给出了一些对比的测试结果 首先第一个是指标的介绍 在时间统计方面呢我们增加了预读的一个总耗时统计 然后以及预读任务 预读任务它在对列当中的一个等待的时间 然后预读任务它在出对之后执行的时间 以及读取的现成它阻塞等待的一个时间 然后在counter指标方面呢 我们增加了预读的时候cache的一个命中率 然后预读时每秒的预读的一个entry的消息量 以及字节数的一个统计 然后这是第一个测试结果 然后呢在测试环境当中呢 我们保持的是每一个节点 每一个节点大概是50兆每秒的一个写入流量 然后呢这个这里的流量呢 其实也跟就是硬件环境有关系 就是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去调整 一个适配自己测试环境的一个流量 然后呢保证有一定的一个写入压力 然后同时呢触发强制的去触发追赶毒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集群在开启一步预读的前后 read cache的命中率上面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ache mix的一个比例 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然后第二组的实验是什么 第二组的实验就是在测试环境当中 我们去对比整一个集群 以及单个bokey 它在读取entry的时候它的p99 然后平均延迟 以在变更前后的一个变化 然后变更的时间点呢应该是12点左右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12点钟之前 p99还是有比较多 大于500毫秒的一个读取延迟 但是在变更完成之后呢 基本上就低于500毫秒了 然后毛次的峰值与数量呢 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下降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生产环境当中的一个实验效果 在生产环境当中呢 我们给出了两组 给出了两组例子 第一行呢是追赶读的峰值流量能够达到2-3gb每秒的一个集群 我们呢可以看到在单个buki 在单个buki的情况下 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就是p50 p99以及平均实验 在变更之后呢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降低 其中的话p50跟平均实验从原先的250毫秒下降到了100毫秒以下 然后第二行呢是 呃我们第二行的生产集群呢是一个几乎全是追尾毒的一个集群 然后我们也想看一下在追尾 在几乎全是追尾毒集群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优化有没有效果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场景下面 我们依然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优化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99的延迟以及平均延迟 都有一个一定程度上面的降低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之前的优化 优化基础上面我们去增加了一个rosdb的SSD分离的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在在对rosdb增加SSD的优化之后 啊隔离rosdb之后的优化效果 它在平均时间然后去毛次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化 然后上下两行的话呢 上下两行分别代表的是预读任务它的一个house 以及整一个读取entry过程的一个house 然后呢最后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然后这次的分享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提出了一个在bookkeeper当中全新的一部预读系统 然后呢这个系统能够显著的去优化 并且提高追赶读的一个性能 然后呢我们在相关的工作当中呢 也扩展了非常多的预读系统当中的一个性能监控指标 然后对不同指标的一个含义以及作用也做了分析 然后最后这个预读系统呢 我们在bigo已经稳定的服务线上系统了 然后我们也展示了这一个预读优化 对实际给实际所带来的一个优化效果 然后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